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贵州省碧解市地处乌蒙山腹地的西南古城 在2015年春节前夕愈发热闹了 许多外出打工者和返乡学生需要在这里中转 春运期间这里就变成了众多返乡人最后一段归程的起点 眼前的客车司机叫李华斌 毕竟是威宁遗祖回祖苗族自治县庐山镇人 这几天旅客太多 他忙得只能吃河饭 36岁的李师傅有一个幸福的家庭 家里的一儿一女都已经上小学了 为了多挣些钱 李师傅每年只休息三天 与其他客车司机一样 李师傅就像候鸟队伍中的领头鸟 每天穿梭与两地之间来帮助乘客们完成一段迁徙 我开客车开了三年 天天都在跑到那个地方 有没有坑我们都知道 我们这是三十多的 有二十九个乘客 他二十九个乘客的生命全部是由我一个人掌握的 三年过去了 这段路他已经非常熟悉 不过这几天他却走得也格外小心 这里的冬季道路环境更加恶劣 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快过年了 他要安全地把返乡者送回家 蒲树鸣今年二十八岁 他的家乡在碧杰市威宁黑石头镇的四营村 离碧杰市区大约两百千米 八年前 小蒲只身前往浙江金华打工 每年只有春节时 小蒲才能回家 女儿有七岁 儿子五岁 一年来 江肯定想的 你孩子老人在家里面 哪里都想的 想的 小蒲的妻子在深圳打工 小夫妻俩一年没有见面了 今天他们约好在威宁县城会面 再买了年货一起回家过年 人家没见面 这一件事嘛 要抱抱他嘛 老人家在家里面 种种田 羊羊 牛羊 都过这次 就搞这些东西的 其他东西也没什么搞的 所以马上见到这家人都一直团职嘛 肯定都是高兴的 一年了嘛 你说 怎么一年下来了 都没见面 就是电话里面联系一下 他刚刚从金华出发 坐了四十多个小时的客车到达B前市区 接下来 小蒲的最后一段归程 将由李师傅负责 客车在下午十五点五十分准时出发 预计下午十八点到达威宁县城 这两个多小时的路程虽然不算长 但对于小蒲来说 却走得最为急迫 并且略显兴奋 小蒲一想到 能与一年没见的爱妻团圆 就满脸洋溢着幸福和喜悦 作为乘客 小蒲做得轻松 但对于李师傅 这段旅程却让他精神高度集中 对于今天的这段路 他还隐约感到不安和忧虑 没过多久 客车行驶到了碧威高速公路 这条2013年6月末开通的高速公路 大大缩短了碧捷到威宁的路程 使两地百姓的出行方便了许多 道路交通的安全性也提高了不少 很多乘客难挡人头的疲劳 在车上响气着 普树名没有睡着 他时而望着窗外 时而和妻子发着短信 家离他越来越近 离终点还有不到半个小时的路程时 麻烦果然出现了 眼前的一切都变得模糊起来 道路前方的能见度不到五米 此时 李师傅将车速放慢 开启了雾灯 眼睛紧紧盯着前方 车内的乘客并没有发现车外的情形 依然安静地睡着 李师傅将车速再次放慢 周围的雾气没有一丝小腿的迹象 天色也越来越深 道路上的能见度让人感到不安和恐惧 小腿看着窗外 眼神似乎也随着夜幕降临而充满迷茫 李师傅对道路安全已经没有把握了 他迅速做出决定 降低车速 靠边停车 立即拨打当地交警的电话球员 他知道 如果再冒险 有可能造成的后果会非常严重 而且一旦有大路 还会出现更危险的凝洞 这些无疑是来往车辆最致命的陷阱 五分钟后 闭为高速交警达到了现场 了解了这里的情况后 执勤交警决定 由他们为李师傅的客车引入 小腿担心不能如期见到妻子 内心焦急的他也随着李师傅一同下车探明情况 现在看来 能够帮助他回家的人又变多了 我们在这个三十八至四十八左右把你们打开 好 请你上车吧 好 谢谢啊 赶到我们最后 把布灯打开 再把这个阴灯开着 我们保持个二三十米这个距离 由警车在前面引入 李师傅一直悬着的心放下来 归途中 乘客也因为这次小小的意外而一扫困意 开始和周围的人聊着天 即使前方依然大雾弥漫 晚上七点半 客车到达了威宁客运车站 小谷下车后 马上兴奋地给妻子打电话 约好见面地铁后 小谷立即动身去见妻子 小谷立即动身去见妻子 小谷终于和妻子相会了 他满是幸福的脸上 仍然表现出害羞的深情 说好的夫妻间深深的拥抱 在摄像机面前 我们可能无法看见了 在小谷见到妻子后不到二十分钟 当地交警就得到消息 就在刚刚客车被迫停车的路段附近 发生了一起四车追尾的交通事故 于是直勤交警马不停蹄 立即驱车前往事故现场 当我们赶到现场时 有两辆事故车辆已经被拖走 但从另外两辆事故车的受损情况看 事故相当惨烈 再看看这路面 简直就像一棵流冰场 面对这样的路况 当地交警只能先封路 等第二天早上撒盐车作业完毕后 再由警车护送这些过路车辆一起过去 由于事故的发生 今晚对于这条高速公路的直勤交警来说 注定又是一个不免业 小罗今年二十九岁 是碧威高速公路交警大队三中队的负责人之一 与王昌一样 在队里吃过饭后 他都会收拾好装备 开车去锁下路段巡逻 随着春节的临近 路面上发生凝动和团务的现象越来越频繁 这也是小罗一年中最繁忙的时候 三年了 小罗从来没有在春节期间回过家 看来今年也不例外 老家是大方乡下的 进入秋冬季节 基本上就是大部分的时间是待在棕队上的 就回过来家的 持组在棕队上 已经把棕队当了第二个家了 我从上班到现在三年了 三年没有回家过年了 所有的棘角我都在单位上的 不想回家那是不可能的 都想回家 但是干了这个工作了 没办法 开始的时候 把头两年都还有点不适应 家里面 人人都能回家过年 你每年都不能回家 但是时间长了 你就慢慢地教人 教人也理解了 也习惯了 其实不能回家 在这个地方也没什么遗憾了 更多人回家 我觉得也很开心 说起回家 小罗满是渴望 但是因为职责所在 他不得不放弃 自己与家人团聚的时间 来保证广大旅客 能够平安归来 与小罗一样 除夕之夜 负责这条道路的很多交情 都无法回家 与亲人团聚 于是在除夕夜 队里的年夜饭 会比平时丰盛一些 一大早 必为高速公路交警 来到了所下路段 开始处理宁动路面 并组织过路车辆 有序地行驶过去 于是我们有幸看到了 这样壮观的场景 给我们有幸可以的 接着 煞车辆 并不愿意 我们下路段 我们下路段 就行 有序地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在完成了一天的工作后 李师傅先是将客车内外打草一番 再拖着疲惫的身次回到家里 李师傅的家不在威宁县城 但是为了工作 他和妻子在县城租了一间不大的屋子 即便如此能够每晚回家吃上热腾腾的饭菜 这已经让李师傅十分欣慰了 一顿热辣的锅子就足以扫除李师傅一天的疲惫 说起这份司机的工作 妻子和我们开起了玩笑 我们还没结婚的时候 我就觉得自己找着一个开车的驾驶 我觉得 我觉得这是一辈子的担心和风险 我觉得 都怕自己也承受不来 有过这种想法的 但是以后习惯了 习惯了 就是说反正自己多注意安全 那肯定嘛 每天后他家肯定要给他做饭 但是别惹我生气 惹我生气肯定就不做了 作为家里的顶梁柱 李师傅已经从小李变成了老李 两个上小学的孩子 是李师傅努力奋斗的目标 作为一名客车司机 他车上载着的是几十名旅客的生命安全 以及每名旅客背后 无数个家庭的幸福和团圆 在卫林这种天气平常时期 在冬天都会有的 我开大货车我开了15年 现在开这个可以就 风险太大了 现在高速通了以后 都好多了 在走老路的时候 就要在半路睡觉 现在在高速通了 在务实在大的情况下 你可以报交警 请他们来引个路 还有在动的时候 到的时候 到高速路之内 会撒烟 原来这个原路倒落 冬了就冬了 冬了就把烟 冻里 豫ricorn 吃得也没有 连喝的水都没有 第二天上午 朴书明和妻子 来到了镇上 准备年货 由于妻子有事去了邻村 小浦的父母便在村口等着他 帮忙搬运一货 这条曲折的山路 小浦年轻时经常走 而今天 他的脚步却比以往更加轻快 稳健 他终于见到了父母和儿女 这一路的奔波 在此刻早已烟消云散 乌蒙山中 四营村内 浦家的祖屋里充满了繁忙又温暖的身影 母亲拿出了早已备好的腌肉 准备给儿子做一顿美味的家乡菜 儿子拿出了新衣服 给孩子们穿戴好 父亲在一旁张若着 久盼子归的满足 现在老人爬满皱纹的脸上 过完春节 小浦会再次踏上离家之路 去千里之外的金华打工赚钱 小浦的目的很单纯 在外都挣钱 让亲人生活得更好 无论走多远 大山深处的家 永远是他心细的地方 过完大年初二 李师傅就要回到岗位 因为将会有许多像小浦一样的外出打工者 回到工作的城市 李师傅需要护送他们外出的第一段旅程 三天的假期对于李师傅来说 必然太少 但这也是李师傅作为客车司机的责任 无论刮风下雨 必为高速公路交警 都要随时站在工作岗位上 春节 他们很难回家 但正因为他们的不归 才换来了广大返乡人的平安归来 这也许就是交警的神圣和职责所在 2014年10月30日14点40分 贵州省毕杰市前西县的一个十字路口 发生了一起车祸 监控画面显示 小轿车驾驶员黄某闯红灯行事通过路口 巧的是 对面行事来的摩托车驾驶人常某 也选择闯灯行事 然而 摩托车驾驶员常某闯红灯后 只观察了左右方向 确定没有车辆需要避让 却没想到 撞上了迎面而来的黄某所驾驶的车辆 最终 两车响壮 两车不同程度受损 双方均有责任 许多驾驶员行人闯红灯同行 无非是为了节省时间 但殊不知 抢行的这几秒钟 黄某会酿成不必要的交通事故 因此而受伤 甚至付出生命的代价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